一看到民進黨總統當選人 賴清德現身入港天后宮 鄉親搶拿手機拍照 賴清德也一一擊掌大展清明 在感恩餐會空檔 賴清德特地安排到天后宮還願 提筆寫下順慶豐年四個大字 替台灣祈福 參加彰化感恩茶會也溫情喊話 韓華要努力發展彰化建設 緊接著趕場南投感恩活動 小美情一下車看到換上爆炸頭新造型的蔡培會 在下車處迎接 兩人興奮 玩起自拍 大選過後 賴消全台跑偷偷卸票 黨部人事也持續換血 北市議員趙怡翔剖出辭辰 宣布卸下國際部主任 繼續在地方推動建設 被點名接棒的是他 台大人類系畢業的李問 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 二零一五年放棄美國籍 曾經擔任民進黨國際部副主任 二零一九年投入連江縣立委選戰 在地生耕超過五年 剛上任政策會執行長的王毅川 接受媒體專訪也分析 未來民進黨將強化社會溝通 甩開精英包袱 善用多元平台 拉近跟年輕人距離 三立新聞 吳昆宇 許書維 黃成波到米軍英綜合報導